在選擇哪種布去清潔電視機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建議最好是用這種纖維布 因為坊間都會有很多一些布比較粗糙 容易會刮花部機 另外在紙巾方面來說 我們都是不建議的 在紙巾方面,我們的力度一定是適中 不需要太大力 因為太大力的話 其實它會受到壓力之下 屏幕會有影響 其實只需要輕輕力 這樣去紙巾就可以了 如果用一些乾布擦不到的污漬 我們都可以說會用少量的水 但清潔劑方面我們就不會建議了 但少量來說就像這裏這樣 擦完之後,其實都需要在同一個位置立即使用乾布去擦 至於電視機的機背 邊框和底座的話 我們都會建議用一些纖維布 去擦就可以了 而在透氣孔來說 我們會建議用一些氣泵 只要去噴它 而去清潔那些層 也都可以 但盡量不要用到去掃來掃它們 因為有可能會將層推進機內